對 那其他像 你要傳到網路上面就Cube是FTV 那有6有7有8 8不知道有沒有出來 可是實際上 用起來好像還是7比較順手 反正你就是 只是把網頁丟上去而已 丟上去而已 那影像繪圖現在好像也出到12了 Photo Impact 12 當然Photo Impact之外 Photoshop也可以 不過就是說看你的需求 如果說你本身不是美工人員 我倒不太建議說你做網頁用 Photoshop之類的 因為其實用Photo Impact 就應該算夠了 尤其你如果不是說那種美工人員 要把網頁做的炫到不行的話 那Photo Impact應該基本上可以滿足 那Flash也是一樣 現在8的後一個版本就CS3了 因為他都賣給那個Adobe 這個是一個製作工具的部分 那未來我們那個 教學方式 那以講述為主 然後一些媒體廣播教學為輔 實機然後上機實作 個別指導實作問題 那盡量可以提出問題 那這個評量應該應該不用了啦 老師那個網頁的背景音樂 如果說我們替客戶做背景音樂 那是不是就會牽涉到版權 當然啦當然會有版權 如果說我們去找那些老科 五十年以前的都不會 對對對 那相關的資料 這個我這邊有個網站 3cc.cc 這個網站 裡面 因為我上學期有上過這個課程 所以呢 那上面的補充資料都還在 就是3cc.cc 斜線Terry55 那我把它墊下去 裡面其實相關的資料都 剛剛出來的時候那個 2比4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棒球 輸2分 不曉得有沒有搬回來的 那這邊就是 這個 在這個區塊 裡面就有老委會網站 題目最新的 下載的這個題目 然後簡章 96年 看有沒有97年的 簡章是明年的 等等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上課筆記 其實 這所謂上課筆記就是 18週裡面 每一週的上課都在這裡面 那所以這個你也可以 下載去參考 這邊 最新的話你可以點這一個 有沒有 17300 它是一個EXE的這個壓縮檔 儲存 那建議你是可以把它存在你的隨身碟 隨身碟裡面 那這個是最新就把它存檔 那下載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做解壓縮 裡面呢就有全部你需要考試的資料了 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三個東西 第一個 學科一千題的PDF檔 第二個 數科的題目 其實就是我從那個印下來的 第三個 就是考試用的 需要的檔案 包括文字 影片 照片 圖片檔 還有那個聲音檔 三個類型的檔案 都在這個裡面 這邊 有沒有 學科 數科 附加光碟檔 附加光碟檔就是考試用那些檔案 那你就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下載下來之後 在這邊 把它點兩下 執行 安裝就好了 然後它就通通都解出來了 解出來之後呢 就在這裡 123 那學科部分呢 打開來 當然呢 如果你不習慣在電腦上看